说白你都可以做 往前 你都可以做这些东西了 说白的都快 来 镜头移到这来讲切腰 离我近 好 第一个 握拍 首先分主动切腰和被动切腰 那这是两个难度天壤之别 我们先看主动了 就我能拿到高点 也就是说网贷附近 甚至网贷之上 最多道网贷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大拇指顶在 我们之前 今天讲过我拍了 我讲过拍就得快一点了 因为我拍分了太多的时间了 讲在我们那个最窄最窄的那个小边上 就斜了 好了 拍面向斜上方 挥拍路径向斜下方 用我的手腕和手指去配合 插 拍面向斜上 挥拍向斜下 先找个这个样子 先扔过来点 你先自己扔球 你看你给我来俩的 你先自己扔球 你先找找这个 出去你看 对 就这个 好 有点这感觉了 OK 让它发 拍面向斜上 挥拍路径向斜下 你可以一个一个发 对吧 伸拍 带 它这个发的有点太左了 发 就这里就行 发 带 发 带 这个舒服 这个它发的高 因为它主动嘛 它发的质量高的呢 这个倒简单 主要是这个被动的用 被动的得带提拉 就你们所说的那个提拉米苏 你不带提拉 这球过不了往 刚才有几个球 我是强抬的 因为它发的质量极高 那这次你可以随便发高质量 这次你看发球 我就得往下走的同时 击球一瞬间 我得有一个往上抬的感觉 从这个位置看 我得有一个这种往上抬 低流抬一下的那个感觉 那这个低流抬 它这个时机在哪里呢 正好在触球那一瞬间往下一提 那这个难度 一下上升呢 不是一两个打 我知道你们要接交 应该困扰在这里了 手法还可以了 这是这个难 就它你看我击球 就基本上可以在网带之下 我通过往上提这一下 把这球正好 蹭着笑过去 我动作原理都可以告诉你 但是这个东西想学 这个想 第一种肯定能学会 第二种你想在直播间里学会 反正不太简单 我只能告诉你训练方法 确实那你问切腰 我肯定把这个高的低子都教给你 这个确实难了 因为你要能做到这个 说白了 你都可以做这些东西了 你都可以做这些东西了 说白了都快 对吧 后场说中央中央 说往前往前 全靠提拉 就这个就难了 然后到超纲了是吧 费了 别别别别 那你先学第一种行不行 这个不是你能学会的 那我错了行吗 因为有的人他他挺厉害的在我直播间里 他就是他水平挺高的 这个他就能听懂了可能 所以我就肯定要带一下 因为高手他点通他可能就这一下 他明白了就知道那个球要怎么去做了 本来他会提拉 他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球 我一告诉他这里可以用个提拉 对不对他就会了 所以我带一句 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那咱们就先研究第一种 来看着 你们从我第一视角来看 大摩执顶在这个位置 框架起来 拍面向斜上方 灰攀路径向斜下方 手腕坐得像 哎 还记得我那个乱胶里的视频 因为我在跟你开玩笑 洗完手之后 你手腕出去放松 甩手的那个感觉知道吗 甩水 洗完手 你别告诉我这你不会 洗完手 手湿 这会吧 可以吧 带上球拍 握在斜棱上 这就是拍面向斜上 灰攀路径向斜下 手腕手指都要借入的一个感觉 拿高 我再看一下 远一点 对 看 直接向下 咱们正往这边点 被挡住镜头 对对对 我往远点切 你们看看 对 我快一点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刹 手上一加速就切过去 那揭发球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 这都是切腰 好吗 那正手这边呢 原理是反手这边能看会吗 就那边扣个大幕行不行 一就行 能听懂 脑子会了 手你放屁 我告诉你们怎么训练吧 来 自己自己练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来把球都给我 你们的训练球还得稳 你们不如就用我这个球 我自己做的这个球 60多 反正 哇 全圆球 超好用又稳定 它不跳 你要说有些球 它自己打了之后乱转 那肯定不行 那你这个一切 它就乱飞 你都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能控制得住 什么时候控制不住 你看你就把自己左手 把这个球球都朝上 你看这么抛起来 对吧 或者你就随便这么一扔 你看个球 走 刷 你自己在家里 你就知道这意思 大概对不对 自己练嘛 自己到场上 你先自己玩 对不对 然后感觉手感有点了 有点热 哎呦对不起 手感感觉有点热了 哎 它差不多 大家都来了 正好试一下 对吧 你有方法呀 你自己也可以喂啊 因为这个动作简单 来回来吧 哎 正手没讲什么 他们还听正手 正手这边 跟反手那边切腰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还是什么 一个核心 还是拍面向斜上 挥拍路径 向斜下 这是主动的啊 先找一个这个感觉 我手腕有一个往下 你想象着一下啊 你现在把我的补光灯扯过来 我在拍这个扫地僧系列的视频里面 我做过这个示范 你看我这里有个灯泡 这是我的补光灯啊 我这里面有个灯泡 你把我的手 我把我的手伸进来 到灯泡里 去做这个拧开它的动作 这是一个什么 不是没有任何撅手腕的动作 它是横向的去使 就像你转过来拧瓶盖 竖过来拧阀门 我说现在如果这个灯泡是斜着的 我手斜过去 去把这个灯泡拧下来的感觉 我相信各位 凭各位的小聪明老带官 小机灵鬼们 你们都能听懂吧 现在换上一个正常的握拍就可以 就我现在拿的就是正常的 正手握拍 因为我现在往腰打 所以说这个位置正好是我的侧身位 为什么往腰打 它是我的侧身位呢 来 现在我的球往哪儿飞 往那儿飞 往那里飞 这里当然是我的侧身位了 你看 这里当然是我的侧身位了 因为我现在人是斜对着那里的 所以我的握拍就应该是什么 就应该是正对着它了 OK 现在握拍确定了 来 开始示范 拍面向斜上 挥拍路径 向斜下 这不是 这是切过去了 然后你开始发球 开始发球 来 这边我们就要上右脚了 那边我们要上左脚 等会我说一下为什么 这边我们要上右脚啊 起来 强 质量太高 只能平错 这质量太高 只要用第二种 它这个质量发太好了 哇 太高了质量 不愧是练双打 哇 这个没劲 哎 这个可以 OK 那如果说对面发球质量那么高 我都拿不到这个顶网地图 我怎么切腰呢 那就又要来了 得提拉 你手得再一个往上拽的动作 在击球头的那一瞬间 把它好像拽上去的感觉 你现在发球质量多高都没事 吓死你了 吓死你了 嘿嘿 切不着 你一个没劲 直接切是切不了了 它这个发的质量 除了那个刚才有一个高的 真的两个人太高了 质量太高了 那就得做一个往上提的动作 要不然就切不了 那个提拉就又超纲了 是吧 那超纲也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球 如果发的是过往就坠的话 你拿到的这个位置就是这里 他没有 他都没有能直接过往的点 你必须得让球能先往上飞 靠着切 靠着把它往下的那个劲 提拉 把它往上抬了一点 怎么就是 把这个球往上拖了一点 一离开球去往下 你提拉就是有这个效果 分上球头在网贷之下出来一个平球 为什么在这边要上右脚 在这边要上左脚呢 因为你切完腰之后 你要暴露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直线变现 什么意思 来 你们现在把镜头拿在这个腰线上 假如说我揭发的时候切完腰 你在我后面站 你在我后面站 打双打咱俩一波的 咱俩一火的 不用不用不用 现在这是你们看到球的这个视角 现在你呢 在这里 你们就在这边吗 这边看的更真一点 好 我在这里接发球 那边有个小子给我发球 我一切腰 看到我一切腰 刹 好 现在我干什么了 球就在你们现在镜头所在的位置 你不要对着我 对着直线的底角 镜头再正一点那个镜头 不用看着我了 你们想象你们在这里拿球 这一条线是什么 如果不封这个直线 这条线是什么 如果我 我没有说 如果我切完这个腰 我没有过来自己拿这个回头 那这个球过去了 我队友得用反手 你至少得是个抽 就是你水平高 我现在得干什么呢 镜头拍我来 你去抽 你去抽吧 来去抽 我现在还得向这边去给他补位 我得准备抽的 那现在 我的一个切腰接发球 究竟出现什么了 打到我们被动轮转了怎么 那就说明有问题 你暴露了一个最重要的边 懂吗 所以说我为了能看住这个回头 那他勾手怎么办 来 咱们怎么准备 你拍能不能碰到我 如果咱准备的话 我按在这算 你拍能不能碰到我屁股 对不对 我俩贴的这么近呢 他一看我抹完腰 我一往单边一动 他就会再往前提一点 现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平球 我都看得到 能跃过我的 我分不着了 那他只有时间 后仰杀 那个勾球 他上完可就一步 你非跑两步 你气死个人 对吧 斜现在有时间拦 所以说这也先是目前最合理的站位 那先到这边切完腰 你先这边切完腰 如果是卖右脚的话 你还得把右脚再拉回来 你还得做个转宽动作 才能来互编 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所以这边抹腰应该什么上左脚 那你直接就可以 这么拿了 能看明白吧 所以说 如果你想切腰的话 在左边就得上左脚 在右边可以上右脚 回去吧 随便 顺便白送个记站 我怕你们用了 你不会使 我一切腰 被人抽个直线死了 你来找我 你教我的切腰 压根不好用 用了之后 比直线输得更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